哈喽同学欢迎收看AS1P凯页数学 把64个糖果分成若干等份 那每一份不能比3个少 也不能比25个还要多 也就是我的每一份的那个个数 一定要是在3到25之间 而且不能3也不能25 OK那总共有多少种分法 第一个我们先把64分堆出来吧 什么叫分堆出来 来64等于这个是份 这个是个 OK如果我今天分成一份 那应该会有64个 对不对 两份的话32 三份没有 那四份的话会有16个 五份六份七份八份 八份的话会有八个 也就是在找因素的概念而已 但八份八个那下一个是几份 16份嘛 因为如果你没办法这么快的话 没关系 8再来9没办法整除 10 11 12 13 14 老师现在讲的都没办法整除 所以你会发现16可以了 因为64除16等于4 也就是反过来了 32 2 再来64 1 OK 你现在写出的这些代表什么 如果我分成一份的话 每一份有64个 两份的话有32个 四份的话会有16个 好 开始讲咯 他说我的每一份不能比三个还要少 不能比三个还要少 所以我一定要超过三个 所以这个四个是可以的 八个可以 16个可以 不能比25个多 所以每一份不能32个 好 每一份如果32个太多了 所以总共有几种分法 看完你就知道了嘛 三个绿色的 所以几种 三种 所以这种题目你说老师 他有没有什么诀窍啊 没有 就乖乖列出来 记得在这里的时候 一份64个跟64份一个 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都得要写出来 写完之后呢 再照着他的叙述 再照着他的这个叙述 去删减